吓死我了 大夫妍你坐在这儿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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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也不睡啊 来 倒杯水 还不是在想你的事 我又怎么了 你和沈又婷相处得怎么样 没感觉 那沈又婷这样的人你都没感觉 你想找什么样的人 很简单啊 我爱他 他也爱我的 那要是没有经济基础呢 只要自食其力不讨饭就行了 可可 我在想 你要是不急着结婚的话 我想送你到美国去念书 出国 嗯 我在考虑啊 你要么就嫁一个 能够保证你衣食无忧的好老公 要么呢 你在事业上能有建树 不靠男人也活得很滋润 所以啊 我想让你去美国度度金 这样回来以后呢 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那我出国学什么呀 当然是学你的强项啊 你不是一直想去音乐学院进修吗 你还在怪我 没让你参加艺术类的高考 我给你报的是 美国现代音乐学院 我怎么没有种感觉 这事是水渠婷联系的呢 这件事跟他有一点关系 你啊 要先去美国参加面试 他要帮你做经济担保 你才能拿到签证 我可不去 跟他无亲无故的 干嘛说人这恩惠啊 你根本就不用担心 这钱呢都是我来花 你说妈存那么多的钱 不就想花在你身上吗 沈又婷啊 只是在签证上帮帮你的忙 大不了啊 就是你到了美国 他帮你找个人 安排一下住宿 不去 我可不想跟他有任何亲丑 你这孩子 我睡觉了 真的是拿他没办法 你这孩子 我自己把你乌成不高 你不敢 self-�惊 你不敢跟他一样 我那你听了 真的吗 我现在迢你 我们导演的 我现在迢你 我ck you 我去给你 我去我 你把她丢幕话 我去我的家 我去我 我去我 老公 老公 你走慢点 这地儿多好啊 这环境多好啊 想都别想 老婆 这种地方打死我我都不来 关键是这地区有发展潜力啊 最重要的是便宜 你说要是咱们勒紧裤腰带 说不定还能买个三居 这叫以距离换空间啊 天哪 老婆 你住那么大房子干什么呀 就这个位置 离我们上下班的来回距离 至少要三四个小时 你想干吗 让我每天下了班回家 直接睡觉啊 行行行 我想想啊 好像地铁十五号线旁边 还有一个楼盘 走去看看那一家 别别别 老婆 地铁十五号线 正在规划中呢 看什么样 那并不代表人家没盖房子呀 那你说咱们开盘了没有 还有两个月就开盘了 咱们先去考察一下 看看周边的环境怎么样 然后算一下路上来回的时间 走 老婆 还有两个月才开盘 你现在带我去看什么呀 不看了好不好 求你了饶过我吧 回家 现在回家 走走走走 回家 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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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老远来了 不看房子你干吗来了 天哪 我这觉得奇怪呢 这结个婚 为什么就必须要买房子呀 你说我们现在租住的这个房子 不是挺好的吗 月租金也比较合理 而且离我们剩下班的地方也比较近 我现在看到我的那些买房子同事 我都觉得有点心疼 每天为了省一顿午饭钱 就带着老婆给做的午餐 大中午的在微波罗面前排了老长的队等 好可悲啊 太可悲了 我没想到我也这么快就要加入他们的队伍了 所以说之前为什么我就不愿意结婚呢 你说女人也真是奇了怪了 怎么就对那个房子就那么感兴趣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就要追溯到原始社会了 女人呢是留在洞穴里守着家 男人在外面打猎 女人是留守动物 男人是行走动物 所以说 女人对房子的需求 是渗透进血液里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哪是理由啊 这还不算理由啊 好吧 那咱们就说说你 你已经三十岁了 你连一套自己的房子都没有 这说得过去吗 不能三十而居还谈什么三十而立啊 没话说了吧 没话说了吧 不是我没话说了 是我不想说了 我累了 你干什么不累啊 拉你去看套房子跟拉你去刑场一样 吓死我了 干嘛呀 这你突然间吓我一跳 要不过两天 我们去看看杨慧蓝这房子怎么样 干嘛呀 不干嘛呀 就是过去看看 看看有没有她说得那么好 想住现成的了 也不是想住什么现成的 你不知道我现在 我一想我要当房奴了 我都觉得真的特别恐怖 你不觉得更恐怖的是杨女士吗 难道她房子就那么好住啊 我跟你说 到时候她会理直气壮地来咱们家 大到日常开支 小到晚饭吃了什么 还得催我生孩子 这样的日子你受得了吗 好了好了好了 我不说了啊 вместе 如果她的心底要还是 那参加 她的心底有什么 我想我会想办法让她答应的 等她去了美国 你和又婷啊 就一定要想办法 让她在那儿多待一段时间 陪她去购物 旅游 再去看演出 这样她一高兴了 事情就好办了 这个主意真好 我想她会喜欢这种生活的 万一她不答应的话 那你就把她护照给藏起来啊 这 这行吗 那有什么不行的 这件事啊 我已经想好了 太美了 来 给你 快喝了她 一会儿再喝吧 怎么样 想好了吗 心动了吗 再心动我也不去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你可别跟自己过不去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要是答应了你们 我就非得嫁给沈佑婷不可了 你怎么那么傻呀 这嫁不嫁人的事是你自己说的算 我能把你绑到民邓局去 去领那结婚证啊 我可爱的小妈妈你终于想通了 你呀 这种宁哲不扣的脾气啊 就是随我 我现在呢 是年纪大了 也拧不过你了 以后啊 你想做什么事 你就自己决定吧啊 不过这件事 你要是不打算去的话 可要赶快告诉人家老沈家 我就不欠人家一大人情了 我就省得花钱了 妈 你真的那么想让我出国身子啊 我当然是真心想让你去了 可你不想去 我有什么办法啊 哎 我想问你啊 你是不是担心自己 考不上丢人 我能考不上吗 我要是考不上谁还能考得上啊 你小瞧人 大言不惨 一看你那样子啊 就知道你心虚才比心虚 来 那你就去证明一下你自己啊 就算是考不上 也知道差距在哪啊 怎么了 怎么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不会吧 我不是故意的 你那么在乎我的腰干什么 你装的 你想死吗 上班时候别瞎折腾 影响我工作啊 影响我工作啊 你说吧 什么十万伙计的事啊 你能接受异地恋吗 异地恋吗 异地恋 什么情况 我要去美国考试了 音乐学院 我觉得我能考上 但是我要是去了美国 咱们两个人就 至少离多了 不应该改变呢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你怎么这种反应 那你想让我怎么反应 求你别离开我 你要是舍不得我走 我就不去了 你别孩子气了 能让你离梦想更近的机会 你一定得抓住 这么平淡 我还以为你会痛哭流涕呢 其实说不在乎也是骗人的 但如果我不让你去的话 你以后一定会恨我的 你这是 这是我的一点私房钱 算我的入伙费 至于你是想做培训中心 还是开演艺公司 主意都拟定 不不不 这钱我不能要 你快拿着吧 你可别认为 我是用这些钱 换可可当儿媳妇啊 我真的是想给自己找点事做 充实一下自己 就算可可当不了我儿媳妇 也绝对不会影响咱们合作的 真的 那你这么说 我就收下了 不过 这每一笔钱 我都会明明白白的列出来给你看的 好 那咱俩现在就算合伙人了 可可真要去美国了 那可不是啊 明天一早飞机 明天我们去送她啊 我真是够突然的 我就说吧 你们女人口是心非 前两天丫头还在我们这儿 豪言壮语地说 要跟那个小子怎么样怎么样 你看 这才几天功夫啊 要跟一富二代去美国 搞不懂搞不懂 你干嘛想什么呢 你说这在美国上学 一年的生活费加上学费差不多得三十万吧 两年就是六十万 这个钱谁出啊 是杨女士还是那个富二代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呀 不管这个钱谁出 总之呢 让可可去趟国外见识见识 没什么坏处 是不是啊 你现在不要想那些其他的啊 你就好好琢磨琢磨 周末给老公做什么好吃的 下周我们公司旺季销售大赛就开始了 如果我能未免第一 我就会成为销售小组长的不二人选 你会支持我吧 怎么支持啊 从下个星期开始 你的晚饭要在外面打游击了 一个星期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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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嗯 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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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